最近花儿与少年第四季录制开启 作为常驻嘉宾的杨幂全程路透不断 每天都有新传达带货女王再度上线 身上多款单品受庆 结果随着身图和卫修视频曝光 杨幂突然又成了吐槽对象 本来广受好评的小黄帽造型 离开了金修滤镜瞬间草底满满 穿着雨靴踩草地的杨幂整个人晃晃悠悠 仿佛站不稳 网友直接吐槽她好像个老太太 特别是把身图和金修罩放在一起一看 小嘴变短了 嘴巴也扁了 连头发都变少了 氛围感瞬间没有了这个差距有点大 不过要说最让人幻灭的还得是杨幂的一态 她端着杯子捆着花到处闲逛 不知道是不是身边没有跟着摄影机的关系 整个人都呈现出垮塌状态 看着脖子驮着被典型的不良体征 难怪网友会说看的人好难受 包括杨幂最新一套录制的造型 连金修图都能看出她已太不佳的问题 这个脖子看得都跟胸口平行啊 杨幂这身白背心和绿色格纹裤 对穿搭也被网友吐槽用力过满 一个露营节目穿成这样 似乎确实有点啰嗦 整理一下杨幂这次节目录制造型 虽然单品搭配猪圈 可整体造型还真是不敢恭维 绿色格纹裤其实是一条睡裤 穿睡裤出门本来应该给人一种舒适随意的感觉 可是杨幂又戴了 薄圈又戴了 而黄还要戴个帽子 还要化个全装 啥都折腾全了就穿一条裤子 愣是不换 网友评价她为穿搭而穿搭还真是挺精准的 特别是在节目其他人穿着都很随意的情况下 杨幂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 虽然这次花儿与少年 不再出国旅行而是改成了国内露营 可肯定还是要干活的呀 就杨幂这一套又一套的穿搭造型 等到播出时候八成又要引发争议 从一张又一张的路透照片看 这个情况极有可能发生 张凯莉都要背个小包 站在她身边的杨幂确实空着个手 还有大家一起整理露营帐风的时候 杨幂小心翼翼捏着一脚连腰都不弯 手上美甲清晰可见明显不太敢用力 赵金脉则是拎着锤子直接上了 欢腰线布毫不含糊 二人这个对比也有些明显了 另外赵金脉干活时候穿着的 这套粉色外套毫无穿搭可言 浑身上下干干净净 一点首饰都没带 评论区已经有人开卖 这才是真正的甜妹 那假的甜妹是谁呢 总不能是张凯莉或者李斯丹妮吧 当然咱们不是说你明显打扮精致就是错的 只是还是希望一切适度 毕竟这是在录综艺而不是参加时尚节目 已经有网友直言 不希望看到疫情假人露营 甚至还有网友派到了节目组提前安排了秦燕 录个综艺还要彩排流程 这就有点过分了 真人秀三个字后面虽然有个秀字 可前面还有真人两个字呢 花儿以上年前几季之所以能成为经典 不就是因为真实吗 最后也是希望杨幂和节目组都能看看网友意见 舒舒服服放下负担 拍一场真实一点的综艺吧